你以为当偶像很容易吗 从偶像跨组演员的金士正绝对有资格说这句话 她好不容易从练习一生参加produce 101 勇夺第二名 以限定女团IOI成员身份出道 并同时在首属公司推出的女团姑姑蛋奋斗 IOI到期后 左属的经纪公司把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 姑姑蛋最终解散 金士正也开始专注于个人事业 爱情浪漫喜剧 设内相亲让她人气更上一层楼 对粉丝来说 她能够有现在这个好成绩 全都是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跟努力 资源也全都靠自己争取而来 是个努力却让人心疼的好孩子 每天都有3,500元 所以每天都出售大餐 所以我不能做到大餐 那你聽說 大餐年紀有點困難嗎 有點困難 但我從來都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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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氏鎮的爸媽 在他小的時候就離異 他跟著媽媽和哥哥 從小寄住在親戚家中 家境並不富裕 他曾經在節目上說過 自己要努力賺錢工作 就是為了讓家人過上好生活 2012年16歲的金氏鎮參加選秀節目 當時還被YG娛樂社長選中 到了YG訓練了兩個禮拜 可惜最終仍無緣進入總決賽 各年參加Superstar K5 卻在試鏡時忘詞而被光速淘汰 不過黃天不復苦心人 2014年他通過了Jellyfish娛樂 3000比1的海選 開始了練習生生涯 更因為這個節目而受到矚目 哇! 國民製作者們 안녕하세요 저는 Jellyfish 공개오디션에서 3000比1的 競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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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ly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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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開起選秀節目新方式的Produce101 造成轟動 金氏正憑借著優秀的表現 爽快細心的性格 獲得導師和觀眾的肯定 在8次排名中始終保持在第一或第二的位子 是節目至今4季中成績最優異的人 而她最後以第二名的成績在2016年5月4日 正式以期間限定女團IOI出道 Jelly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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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月29日 組團271天的IOI正式解散 在IOI活動期間 金氏正除了以女團咕咕蛋再度出道之外 工作領域也開始向外延伸 Jellyfish Jelly唱 母亲手上的故事 空母出演 空母出演 我感觉到没什么动作 我喜欢这种心思 老师楼梦 他像公里的梦 男生很年轻 男生很年轻 我跟他我写我 我写那他 我有一些人有那种情感 我后面有那种情感 我是哈哈 只有你中间的男人 就是它在这种情感 我可以向我家庭 最后感觉到 但是在这场上 你和这场上 說說說 櫃淼啊 櫃淼啊 你很幸運 櫃淼啊 妳很幸運 櫃淼啊 叫櫃淼啊 叫櫃淼啊 就是那種 劇組的呼喚讓金氏正找到自信 工作人員的好感不只是因為他的名聲 而是看到了他在戲劇上下的苦工 儘管2017年才正式作為演員出道 卻創下許多亮眼的成績 等一下 等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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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某面馆里的都哈娜 被外界评论是金士正的人生角色 但才没多久就以社内相亲 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其实当时花露一词 就是因为金士正而起 也是她的代表词 如今看来 金士正这一路经历家庭贫困 选秀出道 女团孤孤蛋解散 但她不靠团体 凭借自己的能力 在歌唱跟戏剧 皆有亮眼的表现 也越来越有人气 祝福她未来一直能够走在花路上 在歌唱中 寒哭悄 比我保守 轻轻放开 请快回来 想听你说 说你还在 有一种悲伤 心里有反顾 让爱成为 我想象的光 给我温暖 却不装我遗忘 我可以等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舍帮忙游 我可以站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走 念念你不值得自由 柔道爱像大雨盘撞 却依然相信彩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